好了,我們看看第八題 這是一些SIMILAR TRIANGLE的問題 證明它是否SIMILAR TRIANGLE 第一步就是 凡親SIMILAR TRIANGLE 其實大家在初中都學了三個原因 分別就是AAA 然後就是RATIO OF TWO SIZE INCLUDED ANGLE 和3SIZE PROPORTIONAL 其實後面那些不用理會 因為如果,凡親DSC 大部分機會都可能考你 如果這題目要找長度的話 它本身不會給你長度 如果題目本身沒有長度的話 你其實是不可能用到 任何RATIO OF TWO SIZE 或者INCLUDED ANGLE 和3SIZE PROPORTIONAL 用不到的 因為只有角度 所以一定是AAA 一定是AAA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將這個圖 你要把它看成 就是兩個 相似三角形 你應該要把它擺成 相同的樣子去看 譬如你如果保留ADC 都是這樣的樣子的時候 ABD 你其實不用想的 你直接畫一個小一點的三角形 然後跟回次序 ABD 這樣去看 你這樣去看的時候 你才會看到 有沒有ANGLE是相同的 舉個例子 很簡單 你應該要看到 就是ANGLE A 大家是一個 就是COMMON ANGLE 然後ANGLE ADB 等於ANGLE ACD 即是你這直角和這直角相等 如果你不畫出來 其實就很難看得那麼清楚 所以應該是要畫出來 好了 那你畫出來 其實公開試很簡單 原來你 就是 for這些 similar triangle 就好 如果你有三樣東西 你三樣東西都要寫原因 但其實這裡 公開試也改了一個規例 其實你AA都可以 但如果你保守一點 你真的做了三直角出來 基本一定要寫的東西 就是你本身三直角 可能其中這個 本身GIFEN的東西 寫回GIFEN 然後就是 common ANGLE的東西 寫回ANGLE BAD 等於ANGLE DAC 等於ANGLE DAC 跟著一個次序 即是其實你用ANGLE A 你隨便一個調番位 A在中間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寫出來 那這個相等 其實就是因為 common ANGLE 來的 common ANGLE 然後後面那裡 很簡單 如果你想寫 剩下一個是相同的 你可以直接寫 就是ANGLE ABD 等於ANGLE ADC 這個就是用ANGLE SUMMER TRIANGLE 去解釋 因為其實它就是等於180度 減剩下那兩直角 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說 這兩個三個人 就是similar similar similar 寫回reason puppet 你剛才寫了三樣東西 寫回AAA就可以了 好了 為什麼我很強調 你要把三個人畫出來 就是因為譬如part B 它就是給你一些長度 然後 你去找一些length 那現在它就是 你去開啟 其實你知道要找AB 那AB 除了你這條線之外 如果你AB開啟這條線 即AD一定要用 AD一定要用 AD一定要用 你又可以寫長度 AD是6 這裡是6 這裡是6 即是變相 你這樣看到的時候 它是會用到這條邊的長度 即是也都會用到這條邊的長度 那這些東西 其實你做得多 你一定知道 A、C 你看看圖 另外還有給你BC 是5 即是這裡有一段是5 然後這段是AB 即AB加5 就是變成這條線的長度 即是這個AC的長度 如果你看得到這兩個對應的長度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你知道它是similar 所以 garbage 所以這兩個和黃色的緍長 就譬如 ab-ad-ac 就是紅色的緍長 就是ad-ac 卻可以寫成AB assigned 就是 quién straight 那麼直接рез��라 如果你想寫阿 functionality 这里没有刻意叫你写reason 你要想写的话也可以 这是corresponding side 跟着就是similar triangle 这个可以写出来 现在我要找ab ad是g ad是6 你按照ab ad我们写6 ab over 6 就等于6除以ab 加5 分数等于分数 就是分母乘去对面的分子 所以我这部分就是ab 保留分子 然后乘回对面的分母 就是ab加5 然后这就等于36 但记住这些情况也是一个解决 一个国际比较 ab是二次方 加5ab 然后这就减36 记住ab是一个length 其实你可以用x去做的 但是不累都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累的 然后你就想回 我要sorving quadrat equation 用这个quadrat method 这个就会是加9 和减4 然后这个都要写出来 最好等于0 ab就等于-9 这个要reject 因为它是length 不可以负数 ab就等于4 所以答案 我们就会知道 ab就是4cm 好的 整条题目就是这样去处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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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